小朋友 球池裡玩耍好開心 但這球池Size有點小 鏡頭拉遠一看 原來是水塔改建的 好不好玩 好玩 水塔變身成遊樂器材 但隔熱效果 恐怕還有待加強 水塔變成球池 現在裡面微凍冰近36度 但如果到了正中午 恐怕還會變得更熱 5號起封水塔球池上 好多個小洞還算偷風 除了球池 還能變成隧道跟堡壘 北市設立之都大灣公園 翻轉計畫環保再利用 讓廢材變成遊樂設施 玩起來覺得OK 因為它都有放防撞貼幹嘛的 對 如果有設計好 其實這樣很不錯 除了水塔另外一邊 還有路燈抽籤 廢棄路燈重新切割 再組裝綁上廢輪胎 就能盪高高 這裡有點硬硬的 然後有點不舒服 都還不錯 可是這個有靠背 然後那個沒有 就是比較不一樣 可是滿特別的 扭轉廢棄輪胎變鞦韆 雖然能靠背 但舒適度略減 整個遊樂區安全度也有待加強 公園內雖然沒有安全措施 但是這邊有一個警告標示 警告民眾要好好的使用 不然就有可能會重傷 或者是死亡 儘管警語寫得很嚇人 不過北市府強調會派人 在一旁監看 為了世界設計之都 柯市府在北市大街小巷 想辦法營造巧思 借東郡主位置 台北報導